请教姚老师 依法去查办 我昨天看到网络流传这张照片 我看到空军总部第一时间说 没有啦 这个机工长已经退休了啦 为什么会有个辣妹 辣妹被带进去F-16的机舱里头 嘟嘴拍一个非常可爱的照片 这个是在2013年 她说那个已经发生到现在 五年半到六年之间 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就这样子 那不用查办 这里头有没有牵涉到连作处分 观众你想想看 这哪这样的一个军纪涣散 在五年半以前 那相关的人员 这到底是哪一个中队 里头的部队长 里面的长官是谁 五年半可能可以升到陆军司令来 如果可以升到一定的官阶 难道都不用去追究吗 一个价值四亿三千万元 这战机竟然是把妹的一个神器 这是网路愤愤不平的 因为我们看到负责维修F-16战机的机工士官长 他偷戴着友人跟他的女朋友进入基地之后 为了让朋友把妹有面子 所以让他的女友坐进了驾驶舱 还嘟嘴来拍照 那我们看到前天晚上 他的朋友把这个照片贴在这个FB的社团里头 也就是说 为了让这个马子圆梦 所以呢 这个恶搞空军了 来 你记不记得在2015年 我相信姚老师坐在这个地方 曾经跟我们共同把关 就李倩荣 Apachi贵妇团 当时呢 也有人说 现在是变是贵妇团 当时翻版 就是他们整个坐进Apachi直升机的一个画面 又让我们想起2015年的一个事件 那姚老师怎么看 这个难道不应该去追究 不应该去惩处吗 当然这因为事发已经五六年 现在才发现 现在要求军方很仔细地去调查 那个当时的人跟事物 恐怕的确是蛮困难的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所显示的 军方这个军纪 这个确实处理大的问题 这件事情很明显的 当时的军工厂巡私 让一个违法的 不能够做的一件事情 也就让私人登上了这样子的 我们的军用飞机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恰当的事情 我觉得军方自己 不论时代久远 应该仍然继续去了解 我虽然刚才一开始就说 时代久远 人也退休 调查不易 可是军方必须仍然去了解 现在的整个的 这一个所谓参访 或者由 整个的军方内部的这些机制里面 是不是还有很多漏洞 可以让人寻思 能够进入到刚才我们所讲 李倩荣 或者刚才这位小姐的这种 世界发生 你怎么样去弥补 让未来绝对有监督的力量 让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不会说一个机工厂 因为负责维修 他一个人就包办了 这整个事情 我要带谁去就带谁去 他没有任何一个监督的一个控管 一个机制 我觉得军方应该认真地考虑这种事情 然后设下一个设下一个机制 能够让这种事情 未来不要再发生 是 因为说不要再发生 实在是让我们有点担心 世伟哥你应该也记得 我记得在三年前 世伟哥也曾经跟我们 共同关注这个事情 2015年的3月29号 当时329的时候 陆军航特部 这是六栋腰旅 对不对 在当时第二作战队的副队长 兼资讯安全长老乃臣忠孝 他当时因为违规将艺人 李倩荣等人带入营区 让这个李倩荣等人 登上当时属于高度保密的 阿帕奇直升机的座舱内 还拍照打卡 那曝光之后引发轩然大波 事后国防部解释 说这个六栋腰旅 不在这个要塞堡垒地带法的限制范围 拍摄的机体成 或者是说他这个军品 非机密都不起诉 十五个人全身而退 那国军因此 当然这个案子也遭受到千年 而被处分的军官 都超过了二十人 好 十颗星星 包括了三十七朵梅花 当时受到极大的惩处 来 我想请教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不用星星掉下来吗 就不用星星受到各家 所谓大家共同的关注跟监督吗 来 四伯哥怎么看 军纪如山 你不能够讲说阿帕奇直升机 它有这么多的一个梅花掉下来 然后现在你讲说 那是过去五六年的一个事项 好了 过去五六年 是不是给方便当随便 不行的事情 军令如山就是不行 好了 既然过往的一个事项 它已经过了 那事后的一个亡羊补牢 陈主的动作 甚至于事后亡羊补牢 SOP的动作 防范这些类似的情况 再做一个发生 你不能够跟我消极的讲说 那是五六年前 那个寺官长他已经退伍了 那未来呢 那未来呢 那如同之前我们在探讨的 列列舰的一个部分 当时的一个合约 有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一直要求军方人员 甚至于相关的一个部门 他要来做一个惩处 甚至于相关来做一个调查 那同样的啊 现在如果还在军中的 甚至于讲说已经退役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惩处 或者是未来我们要做一个防范 我相信不是政府讲说 两手一摊 就如同前年 一律一修修改了第一次的时候 然后大家会造成这一个物价上涨 甚至于民生物资 都一再上涨的时候 那个时候政府部门发言人 告诉我们讲 物质不灭定律 那时候院长告诉我们 涨价是必然的 你不能够跟我们双手一摊 讲说这些大家民众都要去做承受 现在卫生纸的事情也一样 你不能够消保官出来告诉我 讲说他不会联合涨 他有一个厂商 他会长这个礼拜 下个厂商会长下个礼拜 你不能告诉我这样 甚至于你也不能够告诉我讲说 这都是五六年前 前朝的一个事项 我告诉你 前朝的一个事项 如果犯了 我常在讲 政务官有轮替 事务官是没有轮替 我们的国君弟兄 他如果违法的话 军令如山 你就是要溢处 是 我觉得不分蓝绿 要共同面对的事实 所以 刚刚世伟大哥让我们想起 我请教是这个贤要兄 阿帕奇直升机老乃城这个事件 是发生在2015年的3月 当时总统叫什么名字 马英中 OK好 那刚刚这个事件是2013年的 好像是五六月 2013年 那时总统叫什么名字 也是马英中 OK 那大家都想了 马朝是不是当时的 亲中的一个策略里头 亲中的路线导致于军纪 这个希望四个八个字 哪八个字 但是你们国民党都在买 小英中有 重启互信 好 才能对话 OK 好 为什么重启互信才能对话 很简单 在2008年到 2000 2016年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两岸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因为 我们跟对岸之间有一个政治互信 是 有了这个政治互信才能协商跟沟通 那么到目前为止 两岸如果要突破目前的僵局 只有一个就是重启互信 那这个互信呢 关键有一个人 最近刚上来的 陈明通兄 你认为他可以化解僵局 倒还不是这样子 要人才调整之后 人调整以后表示 政策要做突破 如果人政策不改 没有必要把人事做调整 张晓越又不是 因为他跟张行要让姓张 就要离开 姓张的都一定要被换掉 不能做入委会 姓张的都是害虫 都是这样子 不是嘛 不是那个原因 好 那应该是政策要做调整了 政策要做调整之前 才会做人事上的变化 那人事变化带出来的话 陈明通 当然过去来说的话 刚刚席位讲的很对 陈明通过去 他担任陆委会这么多年 我也很了解他 当然他是目前民进党里面 跑过大陆跟大陆各个地方 常常在沟通两岸 彼此交换意见 他非常了解对岸情况的一位 那么有一个了解对岸的人 来担任陆委会的主委是对的 如果你找一位 从来没去过中国大陆 从来没见过共产党 从来没去过北京 来担任陆委会的主委 那两岸关系怎么处理 同样的道理 你要处理跟美国的关系 找一位从来没去过美国 不会讲英文 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美国人对话的人 来做外交部长或驻美的代表 那很难处理台美之间的关系 那拿回来 陈明通因为他很了解这个关系 你也不错啊 你有一个圆桌论坛 你的圆桌论坛要取代国共论坛吗 谢谢你给我机会 没有取代 国共论坛是国共论坛 那么两岸圆桌论坛 因为你见了张志军之后 回来就宣布参选对不对 对 但是不是那个原因 对不对 一点关系都没有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两岸目前是非官方 也是跳脱政党色彩 等一下你深入帮我们谈 这个部分来 陈明通的追赃牌到底意味着怎么走 未来应该怎么走呢 那齐曼 我先讲F16 就是说 这个其实两岸之间 我们一定要做最好的准备 最坏的打算 你当然军事力量 当然是我们支撑 我们台湾国家安全 最重要的一环 那两岸之间 你看这几年 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些往来 比如说我们台湾在讲的 国际外交被打压 或者是这些 你不要讲什么 这些间谍的活动 或者是说 在整个民间社会 在我们不管是经济等等 这些相关的这些事项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两岸之间 不是处于说一个 所谓的我们在讲的 当然不会立即爆发战争 但是这种两岸之间的 不管外交战 国防之间的竞争 这个其实都是持续在进行 所以我们必须有最好的一个准备 最坏的打算 所以我们今天把它换一个场景 假如今天是人民解放军 那某一个谁带了他的这个女朋友去什么 你看这个场景能看吗 那台湾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个就会代表说 中共的人民解放军的军迹换散 所以我们今天发生这件事情 中国也看在眼里 怎么看我们 全世界怎么看 我必须是这样讲 这个不是一件小事 这个代表是整个 包括这个军事的一个管理里头 是出了很多的一个问题 那蔡总统上台之后 这个当然军事的这些将领 国防部长也换人 能不能跟过去有多大的一个差别 或者是进步 这个当然是一个蔡政府必须严肃面对的 那当然军队里头 今天国防部长也进行交接了嘛 对不对 一大早我们看到央行总裁 彭怀南交棒了 交给他的副总裁 然后再次同时外交部也进行交接 国防部长也交接了 我相信在这一块起迈是非常深入在了解 在我们透过我们的画面当中 看今天交接的仪式里头 国防部长颜德发 对不对 未来究竟在整个国防战略当中 我相信他是扛起重则大力 所以部队 这个过去当然有所谓的不知为何而战 这个到底是 这个两岸之间到底是怎么样 还要打仗吗 所以军纪某种 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颜德发上任之后 他是特色 是自军严民 所以我相信说对于军队的一些军纪的一些整备 或者是国防的一些准备 我想这个颜德发应该 我们可以期待 试试看 试试看 那两岸之间的往来是这样 刚刚大家也讲到习近平的问题 那预期 预期 他会这一季任完大概还会在五年 所以他至少会有十年的习近平掌权 来 请问这个部分 也非常深入的一个剖析了解 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稍后要看的是 习伟兄一直认为 全民调 国民党做全民调是大有问题 现在全民调刚好都变成是蓝绿之间 都共同在进行的 可是蓝绿之间似乎都发出不平之名 都认为 民进党某人觉得会有问题 他也觉得问题非常非常大 来 休息片刻 包括了周县长 老实讲 新北对于周县长来讲 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 对于周县委县长来讲 他的真正敌人 会不会根本不在这个台面上呢 那对于我们看这个显耀兄 诶 你应该去算高雄 你有在经营台北市吗 你凭什么证明 你可以赢过科匹呢 你凭什么证明 你有比丁守中去经营首都呢 来休息片刻 回到新台湾加油 欢迎订阅晚安 我是调小军 许所定新台湾加油 将近晚上十点钟的时间 这是三个极有可能会成为市长的人选 今天首度同台 包括了有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 还有前台北县长周锡伟 双北这两位极有可能成为的市长呢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当然在我左手边 在未来不到十天的时间 我们就知道了 高雄是被认为也杀得刀刀见骨 甚至有的候选人 哇好像突然之间 蛮赞同国民党一些政策 所以民进党的筹算 算到今也被认为 高雄跟台南都刀刀见骨 陈其迈张显耀跟周锡伟三个首度同台 也要听听他评论的声音 就是国会观察基金院董上姚立明老师 在过去这段时间 尤其对于双北他的观察 他认为现在变数依旧 柯P他昨天受邀到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 喝春酒 里头一些话 透露一些玄机 有人叫他下台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到底跟柯P 这个时候又是什么一个关系呢 包括了吕厚 还提出一个关键性 空降到首都的张显耀 你凭什么要取代柯P 你凭什么要证明自己比丁手中 还长期居进你首都呢 好来一一为你解析的同时呢 我们看到未来在新北 周席伟还有呢 表面当中看不出来他要选 但是有人说就是他了 新北市的副市长侯友迪 真的吗 周席伟有望来出现吗 接下来大动作当中 我们看这一则的VCR 先从呢 当时在新春团拜当中呢 这是新北市 当国民党决定 以全民调的方式来选 新北市长朱立伦 当时在参加各级工会的新春团拜 跟这个行善团的表扬 典礼里头 他会后追问 今天被问到 是否看好侯友以来出现呢 朱立伦意有所指的说 国民党会推出最强 最好的候选人 听完这个大现场之后呢 听听看 大年初四 新北市党部所举办的 新春团拜茶会当中 又是呈现什么的氛围 我看到拦掉的 就是朱立伦去拦的 是拦周席伟呢 来看这个大现场 那会希望这次接下来党中央 会依附民调来做出更好的人选 我想国民党已经决定 在各县市都用全民调的方式 来决定人选 那我想包括新北市也一样 那我们希望在整个出选之后呢 党中央以公平公开的方式 做出一些全民调的结果 那我也希望 有意参选的人 也可以自己做一些民调 做参考 那有在看好工作吗 我想大家都加油 最重要国民党要推出 最强最好的候选人 祝新春开运好运年年 这么远怎么互动 那我其实每一次都很想跟他聊两句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我是觉得我很喜欢跟侯父 多聊聊多沟通 要参选新北市市长人 我觉得早就该讲 他要参选 也早就该离开 所以一切可以运用的行政资源 有主意说 但是好像还没有正式公布 如果这个时间点到了 我们会选择辞职来参选 每个人所面对的路 自己会做一个贼走 好 我请教室县长 我特别整理 伊尼当时在1月28号宣布 参选新北市长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前后 有一些关键性的谈话 怪党的党主席 吴敦毅在去年12月17号 他是说过去办初选 最重要就是做民调 因为周习伟一直强调 我怎么相信民调呢 他说如果党员投票 占比例不是那么高 也比较会壁垒分明 所以用民调的方式 如果用党员投票 万一被这个非本党人员操作的话 那不是造成严重后果吗 包括民进党自己也用全民调 意思就是说 民进党用全民调 国民党现在也用全民调 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妥视的方式 这是在去年的12月17号 我们看到在隔一个月 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 这是周县长所召开的记者会 你说全民调包含党员投票的说法 是笑话 全民调 如果党员不需要表达意见 只能够接受 那怎么会支持出现的候选人呢 在上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 我们的周县长就这么说了 就是在上个月1月8号 那1月28号你宣布参选嘛 对不对 宣布参选 就是说 我一直强调 不能全然相信民调的原因 再说民调差这么多 说什么民调追不上 这样的话 就是选择自我欺骗 选择自甘堕落的 被有心人士牵着鼻子走 到了2月21号 当然这次就在这几天了 对不对 你说你一定选赢新北市 OK 那我们也看到 在昨天嘉义市已经出来了 前清府会的主委李允杰 跟前这个嘉义市长黄敏慧 也是前国民党的副主席嘛 两个人全民调之后呢 那胜出确定是黄敏慧 未来对战的是黄敏慧 黄敏慧对上的就是图形者 可是我们看到 这个已经出局 这一方的李允杰 他昨天有一段谈话 嘉义市长初选落败 但青壮世代都只用手机 不接视话 全民调沦为老人民调 应该要检讨 那我想请教县长 所以呢 你认为呢 全民调的方式 让你没有办法 全心去冲刺这场选举 让你无法出现 这是一个关键吗 来 县长怎么看 我请问大家相不相信 基隆市 国民党的那个民调 没有受到操纵 大家如果再去看一看 新竹市 做完全民调以后 国民党里面 完全没办法整合 彰化县 现在也出现 没有办法整合 大家心服 心不服口不服 那黄敏慧的 嘉义市 更是出现问题 因为议长 跟黄敏慧前市长 两个人之间的心结 跟这个中间的不信赖 产生的误会 这些所有经过全民调之后 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国民党的分裂 因为彼此的支持者 都不相信这个全民调 代表真正选举 可能会有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 民调会不会受到操纵 大家现在只续去 把所有的民调拿出来看 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 民调往往做出来的时候 几家民调做出来都不一样 怎么会差距很大 第二个就是说 当民调做完了之后 看上一次的台北市长选举 新北市长选举 桃园市长选举 这个全民调的结果 跟选举的结果 都有天渊地点 新北市朱立伦曾经赢 都是25个percent到35个percent 赢过对手 对对对 到了最后 1到2个percent 2014的大选之前 是的 直到1到2个percent 桃园不是 都是国民党的赢的吗 对呀对呀 选到最后 怎么变国民党的输了 吴志阳大幅领先 当时的政委赛 而且我觉得 现在大家很聪明 因为你要用全民调 所以每一个候选人 或者每一个有心的人 他就可以去操纵民调 民调很容易操纵的 第一个你样本数 只要是固定的 或者挑好对我有利的 样本数就可以做 可是今天 真是今天的旺旺中时 民调 他的有效样本 1007个人 你看侯友宜完胜 连绿天王 都不敌侯友宜 你看到 他大赢 我不知道他真正的 那个问法 是怎么问 我们如果以PK来讲 他大赢了赖心得 17.8 他还大赢苏贞昌 有20 我们稍微来看 另外一份民调里头 也没有多久 不是他变动这么大 因为另外一份民调里头 苏贞昌是 为辅领先了 侯友宜 那现在他所做的民调里头 你看我写蓝色的部分 这个都侯友宜大赢 侯友宜大赢赖心得 跟苏贞昌之外 侯友宜也大赢 成局 26.3 还赢更多是 游席坤 36.9 真的吗 然后您的部分 我看周县长 跟赖心得的部分 赖心得稍微微幅领先 你3.2 然后苏贞昌呢 赢你只有1.8 成局呢 是领先了你的部分 成局是落后 成局是落后 如果国民党派出周习伟 在新北市选的话 新北市是由成局的话 44.7 成局就37.3 游席坤更是大幅落后 周习伟有19.2个百分比 所以你觉得 这个民调不可信 我坦白讲 我看到这个民调 我很讶异 讶异 那我很多人 哪一点讶异 你相不相信 就说 如果说今天 我的这个对手 国民党里面的对手 如果这么强的话 我建议他去选总统 他可以去选总统了 因为民进党 所有天王都赢不过他 你讲就讲侯友宜嘛 对 他可以去选总统 这个完胜绿的天王 的确 我另外要再讲的就是说 对 侯友宜真的 这个民调做出来 这个民调做出来 跟别家的民调做出来 我觉得 未免差异大得太多 他的确是完胜绿天王 我们就看这一块的部分 的确是 你说他干脆选总统 对不对 我就选总统了嘛 因为国民党里面 大概没有人比他强了 朱立伦也不会比他强 吴敦英也不会比他强 其他人也不会比他强 那我另外要再讲的就是说 在这里我跟赖清德 跟苏贞昌的 这个比较都在误差范围之内 很小 对 都差不多在误差范围之内 对 没错 那我可以赢过陈菊 我可以赢过游锡坤 我当然心里 我看到这个民调的时候 我会觉得 心里面好像可以高兴 对不对 我不觉得很高兴 因为我会觉得说 今天我的竞争对手 真的那么容易打吗 因为在我的看法 我认为苏贞昌 出来选的意愿并不高 你认为他的意愿不高 他的意愿不高 尤锡坤的意愿也不高 陈菊 我觉得将来会去接行政院长 所以我觉得他也不可能来选 那我觉得最有可能的 还是赖清德 有人说陈菊 尤锡接总统府秘书长 你说他去接行政院长 过去行政院 像苏贞昌也是 总统府秘书长 以后去接行政院长 那我觉得明天这场仗 新北市民进党一定要赢 对不对 一直想要赢 那一定要派出最强棒 最强棒会是谁 我觉得还是赖清德 那苏贞昌这个老县长 坦白讲 他已经做过两任了 而且他现在何必再回国来 年纪又比较长一点 你是很怕苏贞昌选是不是 我其实一点都不怕 我跟苏贞昌来选的话 其实是我觉得会蛮顺利的 这样子 我觉得会蛮顺利的 那跟赖清德 我觉得才是一个对手 因为赖清德 他一直做行政院长 做到明年的7月以后再离开 他这个资历都建立起来了 然后再往上去争取 那上面会觉得说 你去打这场民进党 想要赢 而且赢了以后 可以赢2020的上 你来肩负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对 县长认为在台面上宣布参选 那他因为到现在 都还没有宣布参选 你认为台面上曝光的这些人 通通不是你未来主要的对手 你认为你未来的主要对手 应该是现任的行政院长赖清德 真的是这样子吗 但是我们看 在台北市的选情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 可批在昨天的大现场 然后继续帮我们做分析 这个态势应该怎么看 杨老师先来 包括了进入首都大选的贤耀兄 这个这一仗 你真的可以再初选 可以出现吗 来我们看这个VCR 高唱五百层名曲之一的挪威森林 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民进党台北市长播春酒 难得自告奋勇说要唱歌 但有人不给面子 被基层党员呛下快下来 不过柯文哲没被影响 高人气台下逐桌敬酒 婆婆妈妈争抢拍照 还有人表态支持他继续连任 但有人很不适滋味 过去大家都太恐怕了 他讲到四四阿费的话 你们都把他当作圣监这样去报答 我觉得要误导太多的社会脾气 还有价值 你们要过去想他要来 所以他为什么你就知道他要来 我不知道因为我想这是我们党员 主委他今天要入党 因为是黄成国主委邀请的 大家不管怎样看在他面子上 也不会发作 所以会反抢还是很少数 吕副好像还是希望你要不要入党 不会啦 那个才好笑 因为昨天去那个 那个Freddy还有那个范云 这个也是 也不是民进党的嘛 所以这个就是想太多了 就怕多说多错 柯文哲四两拨千金 毕竟过去自称墨绿 现在却被说政坛变色龙 少说多做成了他现在的政治主张 千存善恋尽力而为 好啦好啦 少讲实话吗 好 还是很困难 好 谢谢啊 好 各位朋友你有听到 呂副总统他怎么说 他说他看到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 出现了柯P的身影 他就问说 那柯P你是入党了吗 你是民进党籍吗 你为什么来呢 那换句话说 柯P是每一年都去参加 各个政党的新春团拜吗 那他怎么去郭民党 那他如果没去 没有嘛 是不是大哥你摇头了吗 我们没邀请他 没有没有 你没邀请他 我前天参加台北市党部 他没有来 他没有来 所以郭民党的市党部 没有邀请他嘛 没有 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 你邀请柯P 所以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 柯P是什么关系 你如果说邀请他 其实民进党中的董部 洪耀福也应该要邀请啊 比如说行政院的官员 这个院长啦 施俊吉啦 赖魁啦 徐国勇啊 民进党台北市党部 你应该也可以邀请这些人 你为什么也没有邀请 只邀请柯P 那从柯P的角度来讲 你都传统去到各个政党 去参加新春团拜吗 秦民党有去吗 没有嘛 国民党也没去嘛 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来等一下 这个贤耀兄帮我做分析 姚老师 刚刚在新北市方面 他点出这个全民调的问题 蓝绿之间都有这样的疑虑 你看这是2014年 2014年的时候呢 当时连胜文跟丁守忠 他们做党内初选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 那个时候有党员投票 百分之三十的党员投票 就是说在所有的比例里头呢 百分之三十的党员投票 那这里头包括百分之七十的民调 应该指的是全民调嘛 对不对 那百分之七十的民调里头 寒话说是八十五%是政党的互比民调 加上十五%党内的互比民调 所以很显然就在上一届的时候 国民党内部党员投票 事实上是有纳入的 那现在国民党决定要跟民进党走 就是说我不要党员投票了 卡丁文说过去是过滤 从过滤的问题的趋势当中 知道你是泛兰的阵营 然后确定你是党员 有这样的党员纳入 现在全民调是不管你是民进党 泛律或泛兰 国民党跟亲民党 全部就是全民调了 不分 那国民党决定跟民进党走 现在周锡伟兄认为 事实上是大有问题 但是吴敦义似乎不以为然 那杨老师怎么看 全民调 我只要先讲一个基本的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用全民调做处选 做初选啊 从来没有过 真的啊 我没有看过一个国家 用全民调做党内提名的机制的 没有 那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 这不是一个传等 那民进党是最先开始用这个制度 理由非常简单 是因为它要排除另外一个恶 叫做人头党员 所以它就把党员投票率排除出去 因为人头党员太多 所以它必须要想出一条 能够排除人头党员的 可是排除人头党员的同时 就是像倒水一样的 把baby也倒走了 就把党员也排除了嘛 对对对 党员对于党内民主 它是就像人民对于国家民主一样 它是个基础 你不让国家来投票 你用民调可不可以呢 这是一样的道理嘛 这就是为什么它基本上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只是现在无可奈何 在我们初阶段的民主发展史 因为我们离开戒严到现在为止 各种初选民调 其实都试验过 最严重的问题是人头党员 民调听说可以 不但可以排除人头党员 而可以排除比较激进的候选人 它又透过民调 因为究竟民调 它有广泛的 又不排蓝也不排绿 所以它可以比较有中间 你要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你才能够获得民调比较高的 所以它的好处是在此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 你如果深究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制度 负责任的制度是政党说 我推荐陈其迈 然后由人民来选择 认同我这个推荐 可是现在不是 我直接让人民来决定 我提名谁 我人民决定完了以后 这就是把自己做的决定 赖给人民了 通常政党很负责任 说这是我的产品 请大家支持 所以党来决定 人民来复决一样的 可是现在不是 干脆你们来把我决定了 你们决定谁 将来我就推谁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 一个决定 更何况中间还有很多小地方 比如说年轻人家权 我最觉得奇怪的 年轻人怎么可以家权呢 请问你几岁啊 我28 管你78岁还28岁 我都讲我28 你能听出来吗 你能否认他吗 你除了那个表格打一个yes 你还能够否决他吗 这个让我觉得 这个民调的真实性 或者民调的可靠性 会打折扣的 所以对全民调来讲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领先呢 就是知名度高 具备中间色彩 是是是 比较这样 路线比较模糊一点 所以慢慢慢慢的 你看国民党慢慢慢慢 也会如此 像侯友宜他不要太多讲话 他只要知名度高 他的民调一定高的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他不能够有特别尖锐的主张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你要晓得 在柯批当时 柯批当时的民调可以这么高 你要晓得很大的因素 他是素人 素人虽然还被 有一部分政治的active的 就是说我们 积极传言政治的人 知道他是深绿 可是对于接电话的人 不知道柯文哲 只知道他是一个台大医生 他没有给他抹色 也没给他抹蓝 对于一个素人来讲 他跟所有民进党的民调 他先天的先 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 因为素人 那个反感较少嘛 如果我是一个国民党的人 我听到民进党的人 有个什么 柯文哲 柯文哲是谁啊 不是民进党 那好啊 可以给他 就这样子嘛 他也有他可能的优势 我现在不是在讲民调的精准 跟他的科学度 我现在讲民调跟民主政治之间的差距 可是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大家仍然不相信 说自己党内办民调可以公平 所以我才认为说 公办民调变成了一个唯一的出路 可是距离 我相信从我今天开始讲 距离能达到那个理想 恐怕还有相当相当远的距离 曾经听过当时担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吴敦毅说 他在秘书长任内进行操盘 可以大赢民进党当时的席次 让民进党惨败 他说他别无他法 就是根据民调 看民调的决定 我在哪一个区要怎么提名 提名什么样的人可以去胜选 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 齐迈你当然有你自己的一个观察 可是我们看到新北 当周县长提出这个疑虑时 当然台北市毫无疑问 2014有纳入党员的部分 今年也不要了 全部都是采用一致性的全民调 可是我想请教是 申委曾经担任过陆委会副主委的张显耀 我们欢迎Coco姐加入我们的讨论 那你的间谍案真的吗 已经还给你清白了吗 现在在所有的参选人当中 被认为国民党最强就是丁守中了 丁守中你看到 他呢一到四届六七届立委 都是在台北市嘛 我没有印象当中 他曾经担任过部分去立法委 有吗 没有他就丁五届落选的意思 OK OK 所以一到四届六届七届 等于是说他担任立委 至少有六届 还担任过中央委员啦 中常委啦 OK 好 第四次参选败给了 连胜文 你凭什么能耐告诉选民说 你可以取代柯文哲 你凭什么能耐可以说服选民说 你比丁守中在台北市 深根来得深呢 来 行邀大哥 我有非常大的把握跟信心 原因在第一 我十五年前 我就是从台北下去高雄的 十五年前 我从台北下去高雄 所谓蓝军最艰困的地方去经营 那为什么不选高雄市长就好了 我跟大家报告 我两次主动要求开记者会 要求参加代表国民党在高雄参选市长 两次 两次 可以上网去查 第一次我开了记者会 当时我立法院很多同仁都来站我的台 很多立法院周首逊啊 吴玉升来支持我 我说那个时候国民党没有人出来 我第一个开记者会 我说要把气势打出来 没有人站 张选要来站 几年啊 大概在八九年前 那时候你就有意要站高雄市长了 我正式宣布 但是后来被做掉了 四年前 我也宣布 我要参选高雄市长 那个时候告诉我说 你不要参选市长 让给别人选 你选下一届的立委好了 我不是不要 那这次 为什么张选要到台北来选 因为台湾就这么小 台湾这么小 大家同州一命 没有什么好区分的 张选要从台北到高雄 高雄再回台北再选市长 没有什么差别 苏贞昌当年从屏东到台北县 去选县长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蔡英文从屏东去参选 新北市的市长 也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是不是有那个条件 有那个能力 有那么符合的信心 这些我完全符合 那为什么到台北来选 我很简单 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二十多年前 我在巴黎 第一大学求学的时候 我看到巴黎优质的治理 城市治理的经验 我当时就想 如果有机会 我能参与台北市城市治理的行列 我心满意得 我想把巴黎 这么好的城市治理经验 带到台北市来 这是这次的参选 我终于有机会 异常树愿 来 邝柯姐 怎么样来看 在国民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强棒 他真的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打败柯P 可以取代柯P 真的可以顺利 那么取下丁守中 过去在台北市耕耘的这些原地吗 来 邝柯姐怎么看 就是说丁守中 现在民调应该还是领先的 而丁守中面对了这么多的挑战者 包括了张显耀 包括了孙大倩 包括郑立文 都担任过立法委员 所以从过去的资历相比 丁守中他其实并不弱的 因为至少各位是立委出身 当然显耀还有两岸的这样的处理事务 所以据我了解 丁守中先生最近是比较低调的 因为从我的经验显示 我已经约他要来电台访问 他取消了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最好就是让这个战场是平稳的 等到他出选出现之后再接受访问 我再透露这个秘心 所以现在看起来 丁守中先生跟他的团队 是有某种程度的选战的 这个战术跟战略的考量 而从我相信在场很多人都选举专家 一个领先的人他比较低调 冷处理这个选举的对手 其实是正确的 所以丁守中跟侯永宜 现在都是这样的路线 那据我知道台北 这个刚好我上个礼拜跟一位 国民党的一位人士在聊天 他应该是现在聊选举 那他也知道现在丁守中的滚动式的民调 丁守中做滚动式民调 他跟柯文哲现在都还没有国民党提名 他们的差距 4% 4%而已 这是丁守中阵营 那是谁领先民调 4%是柯文哲领先4% 一定是柯文哲领先吗 那如果是柯文哲领先4% 只有4%而已 那柯文哲现在领先4%而已 那等于就是输了 那所以对于柯文哲来讲 我觉得张显耀也好 或者是孙大谦或者是郑立文 他们变成 我想比较这个 这个显耀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太高兴了 就是说你变成助攻柯文哲的一个战力 像他今天站出来 把柯文哲的那个西门町的那个 元宵灯会 因为我有去看 我礼拜五有去看 我确实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 很杂乱的场景 那个灯会里面 上海的城市 上海的那个灯其实不大 但是他放在第一个 就放在北门旁边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主灯 主灯也不大小小的 那开幕那天刚好我在现场 看到元宵的花灯的主角 其实还是柯文哲 所以当这个有张显耀 有孙大先 有郑立文助攻的时候 其实对于国民党未来 拿回台北市的政权 不管民进党礼不礼让 或是民进党开放参选与否 事实上 国民党的战力是回来的 那张显耀这次选举 我是非常支持他的 也同情他的 因为当时他的共谍案 我是采访新闻的 那些构陷他的人 我曾经打过电话问 到底张显耀是不是有 泄露机密共谍 对方跟我说千真万确 结果这个不起诉处分书 我看到了 这个内容 根本就是有人陷害他 而且那个人是非常高层的人 像这样的人 在国民党或是在台湾的政坛 还不受到相当程度的惩罚吗 那个当年讲他是啄木鸟 是要害虫的 那个讲他 讲张显耀是害虫的人 那天还跟张显耀说加油 我觉得张显耀很伟大 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我参加他记者会 我追踪要采访他 我知道他已经进入崩溃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 这是他一个个人的 一个政治经历 可是他也对照出 那个过去骂他是害虫的 马英九先生的虚伪 真的 马英九看到他 还不好意思 如果我是他 我可能会过去握手 跟他说对不起 我的亲密的过去的幕僚 要构陷你 我应该帮你寻求平凡 但是他没有 但那天是你主动跟 马前主席握手的吗 对不对 是他主动跟你握手的吗 是我过去 你过去吗 因为他曾经是提拔我 给我机会在两岸历练的总统 我还是很尊敬他 但是也是拉你下台的人 他不是拉他 他的亲信幕僚 那个不起诉 我说他最爱的幕僚 是勾陷他的人 好好好 这个当然是过敏党的意思 当时的马总统 开门定案 这个副主委怎么可能会 所以那秘兴是什么 秘兴嫌爱一直不肯讲 秘兴就是 其实马英九想跟习近平 那个时候想见面 然后张贤要如果安排 然后他的亲信就不高兴 就要把他排除 所以贤要最知道 马英九下一步要干嘛 起码这边先来 马习惠的这个过程 我们后来去查 这个到底相关的档案资料 没有 包括说马总统提出 所谓一中原则 那个到底谁做决策 这个完全是黑箱作业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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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